哥哥只是转身回头拿个钥匙的功夫 卵生妹妹却消失不见 等人们再找到他时 他已经被人强奸杀害并抛尸盒里 本应在17岁这个风华正茂的年纪 享受最好青春 没曾想却在短短23秒钟就惨遭毒手 本期的凶手 些许变态 爱特你的臭宝 跟随三哥进入案发现场 时间2015年1月12日 地点广东省南雄市某小区 一位留性的母亲接到班主任的电话 说女儿一直没去上晚自习 这让母亲感到很奇怪 明明孩子六点钟就出门的呀 出于担心 刘母便赶忙出门寻找孩子的踪影 然而找了一夜 却始终不见其身影 此时女人的第六感 告诉她女儿很可能出意外了 于是刘某便赶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南雄公安局接到报警后 便简单了解了具体情况 我怕的小女孩去上晚自习 然后上到晚自习的时候 小女孩就没有到那个客室里面 她的班主任就打电话给她 说她的小孩子没有来 然后11点多还没回来 当时他们很着急找到我们 说是她女儿平时很乖的 不可能出现这个逃课放课的情况 随即南雄市公安指挥中心 立即通知行政大队和特警大队 和派出所等相关部门 在南雄市街头巷尾对失踪少女小凤进行查找 然而一夜过去依然没有小凤的任何消息 通过仔细询问小凤的母亲刘女士 侦察员得知小凤今年17岁 是南雄市某学校的高二学生 平日里的生活很有规律 活动路线就是从学校到自己家中的两点一线 虽然小凤的父母万分交集 但侦察员们只能一边安慰着小凤的父母 你别说孩子可能是大了处于青春季 也许是跟谁谈恋爱谈完 或者跟哪个朋友去玩了 并让小凤的父母放心 警方一定会帮起找到孩子的 然而面对侦察员的安慰 小凤的母亲还是十分担忧 因为在她眼里 小凤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 而且小凤不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小凤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小明 也为兄妹俩在一个学校读书 小凤因此绝对不会擅自外出单独出去玩耍的 随即侦察员又前往小凤上学的学校 对小凤平时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进行了解 但班主任和同学都反映的相当的一致 那就是小凤在学校和家里都是一个乖孩子 没有早恋也没有不良嗜好 而通过对小凤老师同学的调查 侦察员得知小凤平时学习非常努力 并且身边的玩伴全部都是女孩 很少与男同学主动接触 甚至跟男同学说话都会脸红 更没有早恋的迹象 所有外围调查收集的信息 让侦察员感到 这已经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失踪案了 随即专案组抽出大量精兵 兵分两组展开调查 一是调查当地所有监控 二是进行调查走访排查 而在走访中就了解到 事发当晚六点半左右 哥哥小明是最后看见小凤的人 于是通过询问小明得知 那天下午六点左右 兄妹两人本来是一起走出家门上学 当出了楼梯口走了没多久 哥哥突然发现忘带了家门钥匙 于是让妹妹留在原地 自己返回家中取钥匙 当他出来找妹妹的时候 发现妹妹小凤已经没了踪影 起初还以为是妹妹着急上学 先去了学校 便定为引起太大的关注 获取这一情况后 侦察员立即对小凤家所居住的小区 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然而在调取所有监控录像之后 警方却都未曾发现 小凤当天走出小区的身影 这让调查监控的侦察员感到奇怪 难道是小区还有其他通道 随即 侦察员立即对小区出口进行了排查 并找到了四个出口 然而 这四个出口却都未曾看见小凤的身影 于是 侦察员只好扩大视频查找范围 并调取到小凤学校周边的监控视频 很快一个消息传来 然后呢就在第二天的下午 发现了一个一对小行李 然后呢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像 然后找到他的爸爸妈妈 还进行辨认 当他爸爸妈妈一眼就认出 他说 这个就是我家的小女孩 当时我们都非常的兴奋 我们认为找到了 从监控视频中 隐约看到 在2015年1月12日当晚放学的时间 一个和小凤身高年龄相仿的女孩 与一名男同学牵手离开学校 不行大约五分钟后 进入到离校区不远的一个住宅小区 随即 侦察员立即驱车赶往该小区 并对小区物业人员 以及当天视频监控中的目击者 进行走访调查 并寻找视频中的女孩 然而 调查的结果却再次令人失望 因为监控中的两人 是与小凤在同一所学校的另外两名学生 当晚放学后 两人一起结伴回家 而画面中的女孩 仅仅是在外形上与小凤比较相像 而警方在大范围的视频监控中 也并没有获取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而如今 这已经是小凤失踪的第三天了 小凤的失踪不仅让家人十分后怕 更让办案的侦察员感到不安 而小凤的离气失踪 同时也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渐渐的网上也传出流言蜚语 有人说小凤是被拐卖杀害 并割掉了人体器官卖掉 也有人说 给张三探案点赞评论的都平平安安 而这几天的时间里 广东南雄市所有学校的门口 每天都会被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们围的水泄不动 也为他们害怕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个小凤 如今小凤的失踪依旧毫无投信 侦察员决定重新梳理案情 并调查小凤父母的社会关系 据悉 小凤的父母原本是在广东南雄交线的农民 为了给小凤和小明有一个好的生活条件 夫妻来到了城市打拼多年 花光所有积蓄才在南雄市区买的房 而小凤和哥哥小明也没有让父母失望 两人学习非常刻苦 并一起考入了南雄市最好的中学 而这一家人也从未有过什么仇有过什么院 可究竟谁会对小凤家如此狠手呢 难道是被绑架 可这个念想也是一闪而过 也为通过警方前期掌握的情况 小方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犯罪嫌疑人敲诈的对象 同时其父母也并未收到敲诈勒索的电话 专案组很快否定了小凤被绑架的可能 随即对案情仔细研判后 还是决定再次找到哥哥小明 希望能从他口中了解到妹妹失踪前的细节 然而当侦察员再次找到小明的时候 此时的小明却显得十分自责 因为妹妹是在眼皮底下就这样离奇消失的 同时通过了解 小明本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如今妹妹的失踪已经给她心灵遭受了重创 于是专案组只好找来心理辅导老师 对其寄行疏导 于是小明慢慢接受妹妹失踪的现实 开始回忆当天发生的事情 回忆了一个重点 那重点就是她妹妹比她先走之后 她再从家里下楼的这个过程 到了三楼和二楼的平台的时候 她似乎看见有个黑影 然后有一个喊声 然后她下到一楼的时候 也听到有一声金属的碰上的声音 据悉小峰家所居住的小区 是典型的广东东东北部小城的建筑风格 小区内共有三栋楼 楼梯连在一起 共用一个天台 天台往下走就是二层的杂物房 也就是当地居民俗称的柴房 而一层与二层之间有一个胁迫 是方便住户把爱居停放 了解中 办案人员估算了一下 从兄妹两个走出家门到走进学校 最多用时不超过15分钟 而按照哥哥小明的回忆 她与妹妹小凤当天分开的时间端 还听见二楼杂物房一个怪异的声音 就是当时听到了有一个声音 就是那个铁门的声音 所以我们就怀疑 这个声音肯定来次于二楼的 因为二楼那些门呢 全部是铁门 是那个杂物房的 是 所以我们怀疑那个声音 肯定是来次于二楼的铁以及撞击的声音 于是侦察员立即通知小区物业人员和业主 从二楼杂物房开始逐一开门检查 在检查的过程中 侦察员有了新的发现 然后我们开到第三间采访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现场 当时现场那个杂物间呢 我们打开以后呢 它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比较混乱 比较混乱 然后呢我们发现有一把雨伞 蓝色的雨伞 侦察员立即将这把蓝色的雨伞拿给小凤的父母进行辨别 经过辨认 确定该雨伞证实 小凤出门当天随身携带的 而此时的小凤父母意识到女儿很大可能已经遇害了 随即 侦察员将该杂物房的主人曾某 列为调查重点 那么这个曾某会不会就是小凤失踪的罪魁祸首呢 随后经过对曾某的进一步调查 侦察员得知 曾某除在南雄拥有两套主房外 还有一辆小轿车 警方怀疑会不会是曾某 在避开摄像头的情况下离开小区的 于是侦察员再次对曾某的汽车 做了一个重点的调查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侦察员却排除了对曾某的怀疑 他已经离开这里一个多月了 因为他的妻子重病 而这边需要上楼 不方便 他早在一个多月之前 就带着他的妻子 就搬到了这个老房子 地上的那个房子 然后因为方便每天接种他打针 吃药 是这样一个情况 如今曾某的嫌疑被洗刷 但一落在曾某杂物房里 小凤所携带的蓝色雨伞又是怎么回事 这一线索让所有侦察员眼前一亮 于是警方再次找到曾某进行询问 在警方的苦苦追问下 曾某说出 在一个月前三女儿和女婿 为了照顾自己生病的妻子 从外地回到南雄 曾某就将杂物房两把钥匙的一把 交给了自己女婿党某 随后 侦察员对曾某的女婿党某展开调查 侦察院调查后得知 党某28岁 无正当职业 平日好意无劳 并且在案发当天 曾有人在小区附近见到过党某 侦察员很快锁定党某 并察觉到在案发后的几天里 党某有外逃的倾向 2015年1月17日 侦察员依法对党某进行了传唤 将党某传唤到警局依法对其进行询问时 党某却出乎意料的沉着冷静 对答如流 并将自己当天的活动轨迹叙述的天意无缝 然而尽管如此 细心的侦察员还是在调查党某当天的活动轨迹 有了意外的收获 并且在调查他当天的行驶轨迹就发现 党某在小方失踪的当天 并没有走平时经常走的一条路 而是选择了相反的方向骑行 到了我们比较偏僻的河南桥那边 然后突然之间又折回了 折回之后一直沿着河边走 走到我们那个位于交通局那个位置 又停下来了 然后在那个死角那里 他消失了有大概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左右 当他再出现在视频的时候 他当时是摩托车站是关的 再出现的时候摩托车站是打开的 随即在一套大记忆恢复的帮助下 党某最终对杀害小凤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可他为何要杀害小凤呢 皮裤套棉裤 三哥说缘故 据其交代在案发当晚六十左右 党某如往常一样来到小区自家的杂物房去喂狗 可正要离开的时候 他在二楼楼道见到了独自一人的小凤 便心生歹念 并用手捂住小凤的嘴巴拖进杂物房 此后便对其实施了侵害 而在侵害中就将小凤给失手杀害 为掩盖犯罪事实 他便等晚上无人 将尸体放在摩托车前走 并驾车离开小区 走了一条平日里从未走过的路线 最后将小凤的尸体抛入南雄市珍江河 随后根据犯罪嫌疑人党某的交代 警方前往了他抛尸的地点 开始寻找打捞小凤的尸体 最终在警方大量拉网时搜查 直到打捞工作的第四天 一个身穿校服 裤头被脱落的女孩被打捞了起来 后经过小凤父母辨认 确定这正是失踪已久的小凤 而小凤的死亡 也给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而最难过的可能还是哥哥 而那一别也将陪伴着哥哥一生 但是等待党某的势必 将是一颗硬邦邦的花生米